有件任务想要委托 您恐怕找错地方了 这家安保公司的牌子真的就只是牌子而已 听到来者的话语 克莱恩顿时憋了满满的一腔吐槽 只恨这里没有论坛和弹幕等可以交流 不过 他迅速想到了自己曾经问过类似的事情 队长的回答是 如果有空闲 为什么不接呢 赚的钱能当做队伍的小金库和参与者的福利 罗山眼眸转动 思考片刻道 我们的安保人员都出任务了 最快的至少也要一个小时以后才能回来 如果您的事情不紧急 可以考虑 六位职业者正是成员礼 队长邓恩 史密斯被主教请去了教堂 不知道商量什么事情 伦纳德 米切尔正替他看守查尼斯门 收尸人弗莱和不免者洛耀 来厅已前往金吴桐区 配合警察部门调查一桩有教派元素的失窃案 另一位不免者科恩里 怀特伦修 另一位午夜诗人西家 特昂则去了北区郊外的拉菲尔墓园进行日常巡视 而剩下的两位非凡者 老尼尔年岁增长 身体衰弱 很久没出国任务了 克莱恩则还属于初学者 各方面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半吊子 都不在 并搅花白 手提雨伞的高瘦男子脸色一按 取下帽子 躬身行礼道 打扰了 告辞 他转过身体 走向门外 在哗啦啦的雨声和呼啸的风声里 沿着楼梯离开了佐特兰街36号 真是不凑巧啊 罗珊目送刚才那位先生离去 惋惜的叹了口气 虽然获得的佣金不会有他的份 但肯定少补了一顿大餐的分享 没办法 查尼斯门必须时刻有人看守 克莱恩满足地放下了刀叉和勺子 哪怕他不太喜欢的无精和蔬菜混合的浓汤 也都喝得干干净净 难道你想让布莱特去出任务 或者 自己 罗珊眼珠一转 嬉笑着说道 布莱特不行 但你可以啊 我们的占卜家先生 话未说完 他呼得醒悟 连忙住嘴 因为此时大门上未合拢 要是被外面路过或来访的人听到非凡者的事情 那就属于泄密了 还好队长不在 罗珊望了下门口 暗自吐了吐舌头 要不然又得去悔过了 布莱特和克莱恩同时哈哈大笑 相顾一眼后开始收拾餐具 弄好这一切 见暴雨未停 没有带伞的克莱恩选择留在黑经济安保公司 他拿了份报纸 坐到软棉有弹性的沙发上 悠闲地进行起午休 从贝克兰德到迪西海湾的非空艇航线开通了 大侦探盲森整理成册 即将出版 劳格拉斯武器店的广告 一把制式左轮手枪带六发子弹 三磅石苏勒 一杆双筒猎枪两磅 克莱恩翻看着停根式老式人报 忽然发现了一条新闻 双引号 杀害维尔奇先生和纳亚女士的罪犯已全部落网 相信蔓延在北区 金吴同区和东区的恐慌气氛将得到极大的缓解 维尔奇的父亲 银行家麦格文先生 护送着他小儿子的尸体 返回了康斯顿城 即将举行一场隆重的葬礼 反复阅读几遍 克莱恩忽然叹了口气 看来维尔奇的父亲已经相信了警方的说辞 没有另外再请私家侦探来调查 他失去小儿子的心情 肯定没有我爸和我妈失去独生子难过 情绪一下低沉 克莱恩坐在那里 两久没有动静 至于维尔奇和纳亚的葬礼都没有邀请自己的事情 他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也没有感到郁闷 等到一切平息 再找机会去他们两人的坟前献上一束花 克莱恩正带去休息室小睡片刻 接待厅的大门突然又被敲响 请进 脑袋一点一点的罗山顿时清醒 虚眼的大门被推开 之前那位身穿正装 并搅花白的高兽男子又一次走了进来 我能在这里等待一阵吗 你们的佣兵 不 安保人员应该快回来了吧 他努力隐藏着焦急的表情 诚恳问道 可以 您先在那里做一会 罗山指了指旁边的沙发 克莱恩则颇感好奇地问道 您是从哪里听说我们安保公司的 谁介绍您过来的 以至于在大雨磅礴的中午来回两趟 并且愿意等待 嗯 一定是职业者小队成员们非常轻松就解决掉了别人眼里的困难任务 在这行累积出了足够的声望 那位高兽男子将雨伞靠在门外 边走向沙发 边苦笑回答 我将附近几条街的佣兵 饿 安保公司和私家侦探全部拜访了一遍 只有你们这里还存在希望 他们完全没有人手接别的任务了 坦白地讲 如果不是遇到一位送餐的服务生 我真想不到这里还有间安保公司 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克莱恩呆了呆 罗珊泽插言问道 他们很忙 那么多任务 那位并搅花白的高兽男子坐了下来 叹息说道 你们是拥兵小队 不 安保公司 应该听说过豪尔斯街区的入室抢劫杀人案吧 豪尔斯街区 入室抢劫杀人案 好吧 很不幸 我就是当事人之一 克莱恩略敢沉重地点了点头 是的 因为罪犯的凶恶和残忍 附近街区 乃至于整个停根式的富翁都感到害怕 他们除了增加本身的护卫 又额外请了非常多的安保人员和私家侦探 让这一行出现明显的人手空缺 高兽男子条理清晰地回答道 标准的连锁反应 克莱恩和罗杉队是一眼 皆看到了对方脸上的自嘲 安保行业进入黄金时期 黑荆棘这边竟然没有一点感受 可见这家公司开得有多么失败 当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证明了职业者小队隐藏的成功 又等待了二十多分钟 眼见暴雨将停 克莱恩准备收拾离开 去射击俱乐部练习左轮 就在这时 黑发绿瞳的伦纳德 米切尔从隔断出来 疑惑看向沙发位置 这位是 委托者 队长回来了 罗杉欣喜问道 回来 高兽男子听得一愣一愣 自己就坐在这里 盯着门口 怎么没发现有人回来 罗杉的表情顿时僵住 忙呵呵笑道 作为安保公司 我们不会只有前门 明白 高兽男子恍然点头 至于队长这个称呼 他完全不觉得奇怪 安保公司就是以前的拥兵小队或小型拥兵行贿 出现队长是相当正常的事情 伦纳德的白色衬衣没有扎起 黑色马甲也是随意披着 他看了眼高兽男子 忽然打了个响指道 我是黑荆棘的安保人员 你怎么称呼 有什么事情想要委托 或许早听说过拥兵们的放浪不羁 高兽男子并没有被侮辱的愤怒 反倒松了口气 他看着伦纳德坐下 组织语言道 我叫克利 是烟草商维克罗尔先生的管家 他唯一的儿子 小艾略特于今早被绑架了 我们已经报警 并且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但维克罗尔先生还不放心 希望能通过你们拥兵 饿 安保人员的渠道 以及你们对停根的了解 从另外的方向进行调查 确保小艾略特被安全解救 如果你们能找到绑匪藏身的地方 维克罗尔先生愿意付出100磅的报酬 如果你们有办法且顺利地解救出小艾略特少爷 他愿意将报酬翻倍 一次性给予200磅 伦纳德 米切尔悠然笑道 维克罗尔先生似乎只希望我们找到绑匪藏身的地方 否则就不会认为他唯一的儿子只值100磅了 和南部种植原有密切关系的烟草商 不会只拿得出200磅 不 维克罗尔先生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 不属于富豪 而且 解救的事情 他相信警察部门更加专业 老管家克利坦然回答 好的 没问题 伦纳德又打了个响指 他碧绿的眼眸望向罗山道 美丽的小姐 麻烦你去拟定一份合约 不要总当自己是诗人 事实上 你只会吟诵别人的作品 罗山习惯了和伦纳德互相嘲讽 一下忘记还有客人在场 当然 黑经济安保公司也不会在乎什么委托者 有很好 没有也无所谓 罗山离开接待台 进入文员办公室 哒哒哒的敲击声当即响起 克莱恩看得嘴角抽动了一下 只觉他们实在太不专业了 竟然没有致事的 现成的合约 这真是一件悲伤的事情 而更让人悲伤的是 我竟然在这么不专业的公司 他念头分成间 罗纳拟好了简短到只有几个条款的合约 让管家克莉和伦纳德 米切尔分别签上了字 等到克莉盖好章 他拿着合同 进入会计室 找奥利安娜太太弄上了黑经济安保公司的章 这枚印章几乎没什么作用 邓恩一般都交给奥利安娜保管 遇到周日 就给罗山等人 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接过其中一份合约 管家克莉站起身 托帽居公道 伦纳德没有回应 仿佛在思考什么般沉默了十几秒 他秃得转头 望向克莱恩 露出一抹微笑道 我需要你的协助 啊 克莱恩一下愣住 我的意思是 这个任务由我和你一块完成 伦纳德嘴角微翘地解释道 我擅长格斗 射击 攀爬 感应和吟唱 以及做一些辅助 但不包括找人 你总不会希望老尼尔在这种天气里出门吧 他说到感应时 嗓音一下含糊 根本让人无法听清 好吧 克莱恩有想要尝试新技能的冲动 也有对伦纳德 米切尔的一点警惕 呼 希望能顺利完成 不知道我的占卜加能力可以发挥多大作用 他带着些许期待地想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